本月26号凌晨3点多中,印度出动12架幻影2000H战机,携带激光气导炸弹,在预警机,加油机的配合下,突入巴基斯坦时空的克什米尔地区, 对某武装营地进行了攻击,在这次攻击中,虽然八方起飞战机进行了拦截,但是,印方战机依然全山而退,不少人因此感叹,八方还是比印度弱小,并为巴铁担忧。 然而对于经常处于僵火状态的印巴两方来说,没有那么多的惆怅,担忧和墨迹,巴基斯坦的反击马上就来了。 日环球网引用印度时报报道,当天下午5点多,巴基斯坦使用重型火炮,向印度查摩、腾齐、拉架5米的12个目标,发起了猛烈攻击。 炮机摧毁了两个房屋,并造成了至少5名印度士兵受伤。 报道称,当时巴邦向印度喊话,现在是你们接受来自我们的惊喜的时候了。 按照巴邦发言人的说法,印度的空袭并位置重目标,只造成了一人受伤。 而巴邦的这次反击战果,却得到了印度的证实。 可见,巴邦这次反击是快速而犀利的,其选择的手段也比较差道。 也许有人会觉得,既然印度是空袭,巴邦似乎也应该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击才有声势。 但实际上,刺化一次真正的攻击,是需要调动很多理论,需要耗费比较长的时间的。 就像这次印度空袭,就足足准备了近十天,毕竟的计划批准,空中侦查,目标确认,选定参与部队,模拟练习,实际行动等多个步骤。 巴基斯坦如果照这个样子再来一次,即使加快进度,也需要一定的时间,不急,也许很快就来。 不少人关心,小弟被欺负了,我们该怎么做,其实目前来说,双方战机并未交火,冲突的级别还不算高,反应还算克制。 目前,中俄印正在举行外长会议,应该会在这世上,对印度有所敲打。 于真实上,我国翔龙高空侦查机,以及预警机也该活动活动了。 同时,可以加快巴基斯坦战机空空导弹的升级换代,我国新一代的PL-101格斗弹,有必要出现在巴基斯坦的骁龙战机上了。 作者,林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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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